蝦原本 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你人的殿堂 小龍哥 是 怎麼了 記不記得華龍舟那一天 怎麼樣 華龍舟 我送了你一個 黃色小鴨就生圈 不要再講那個東西好不好 連那個尺寸也買大一點 那卡在褲襠好看嗎 我影視歌山七巨星耶 還不小 拜託 我覺得還好啊 而且這麼多型男 但是我必須老實說 你掛那隻黃色的小鴨 在前面的時候還滿可愛的 這叫什麼好可愛 我跟你講 網路上已經把它拿成 拿來變成取笑的對象了 應該的 誰來了 啤酒杯 請告訴我 你給我弄這種杯子 那今天我們要聊什麼呢 今天就要聊說 無論外表看起來怎麼樣 這是他們自己說的 歡迎我們的女人團 歡迎 還有呢 今天我們就是 赤子之心很久都不見了 好不好 我們聯合國型男 歡迎他們 每個女人心中 都住著一個小女孩 可惜男人不把她當一回事 夢多超討厭女友 喜歡的小熊維妮 杜蒂更是最怕女人著迷Hello Kitty 女人的少女心 會有誰人知呢 請看今天的二分之一牆 我們 聯合國型男呢 每個人都沒有赤子之心 這一句話講下去 你們接受嗎 沒有啦 坦白講當然不能接受 是不是 我們怎麼會沒有赤子之心 你有赤子之心嗎 我們當然有赤子之心 他不只赤子之心 我到現在都有赤子之心 他不只赤子之心 他還玻璃心 沒有啦 住個街 有赤子之心的人 怎麼會一天到晚就是罵三字經 你有聽過嗎 觀眾聽到了嗎 對啊 而且三字經是什麼時候背的 那就是赤子之心 背給我聽 背什麼 人知初 信本善 信相近 席相遠 狗不叫 信乃謙 叫之道 貴以專 來 兩位請看 有 他真的會背 但是這個 是跟他平常背送的三字經 是兩回事 應該這樣講 成人版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當然是有赤子之心 是 之所以沒有赤子之心 是真的 女孩子真的 超過了一點 我講一個 也是我親身經歷的一個故事 是 女生啊 難免 愛些寵物啊 貓貓 狗狗啊 什麼 都很正常 那我有一任的這個女友 她也是愛寵物 但是她就喜歡 兔子 迷你兔喔 是不會長大的那一種 那當時我心裡面想 兔子應該會比貓貓狗狗還好照顧啊 兔子最難照顧 對 兔子最難照顧 我不懂 我不懂嘛 所以當時我的認知 而且又只是養迷你兔 兔子在長大這當中 他會磨牙齒 他會把有木頭的家具 沙發 桌椅 還有包括電線 他就會去咬 好可愛喔 他會發 會長牙嘛 好可愛喔 他不磨不行 可是 這什麼好可愛 這造成我家裡面的損失很多喔 對啊 而且還有一點就是說 因為兔子 我不能咬兔子 我會咬兔子 我會被女朋友罵死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 我只要看到兔子亂大小便啊 就罵 那最後這個兔子常常會 越來越大 就會發生一些狀況 那發生的狀況 其實就在我跟我女朋友之間 就會造成一種嫌隙的發生 比如說 我想要跟女朋友 有時候親熱一下還是幹嘛 他就 兔子就會跑到他身上來 我覺得女生喔 一直認為我們 自而納了什麼一堆的 我覺得 真的很過分就是說 寵物啊其實在他心目中 才是真正最好的 是不是 我們男人永遠都是個屁 對 而且你們女生印象到生活 對不對 對 當然 我之前一個女朋友 她很喜歡公主 而且喜歡迪士尼的東西 所以她買的有到沒有的東西 不行嗎 可以 不是 可以 但是問題是 好 買娃娃 好 我還原諒 OK 算 但是她很喜歡那個玫瑰 因為不是公主 很多公主喜歡玫瑰嗎 玫瑰花 對 然後問題是 她就喜歡這個是真的玫瑰 但是我不喜歡那個味道 我們住在一起 我每次都聞到那個玫瑰的味道 玫瑰有什麼味道 有 有點像那個 就淡淡的花香味而已 No 有些男生不喜歡 像那個我們外國人 那個台灣的季節菜裡面 不是用那個 那個是百合不一樣 玉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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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麼嚴重 它是有那個味道 我不喜歡 來 我們問一下七位型男 你們不喜歡玫瑰花的請舉圈 喜歡的請舉叉 你這樣問的不對 對啊 這樣子不對 對啊 喜歡玫瑰花舉叉 你們不排斥玫瑰花香 你他們轉錯了 對啊 我這不準 因為就算喜歡那個味道 可是不想玩二十四個小時 就是一直在我那個味道 沒有問題是 我覺得是她想當公子 OK 她是那有些女生 過頭 不是公子 那是 公子幣 請問三位女生們 你們到現在還會買迪士尼的東西嗎 會的請舉手 不會的 就不用舉 Oh my God 你買有一點角情 角什麼情 我用腳怎麼樣 你男的玩那個公子娃娃幹嘛 不是 我就買小精靈啊 如果你跟一個女生要一張面紙 然後這個女生呢 是從剛剛那種小精靈的面紙包 抽出來給你 不覺得這個女生很可愛嗎 幼稚 幼稚 所以 算你覺得要從什麼 那要從哪裡拿 就規規矩矩的面紙的那個 收招袋抽起來就好啦 手就帶很醜 所以她身上抽出來還好一點 男生跟女生想得完全不一樣 可是我記得其實日本很多女生 他們都會用 都有那個面紙套 他們都有面紙套 你們這個面紙 搞得我們也深受其害好不好 而且你知道日本 迪士尼就是日本出最多 對 真的 真的 而且我跟妳講 我們去迪士尼 迪士尼還只有日本的海洋迪士尼 有賣的 其他都買不到 而且去日本玩 是那個 去日本迪士尼玩 是日本女生最瘋狂 沒錯 這個已經算日本的特產了 連那個相機 底片 通通都做成迪士尼的 日本代表 麻煩解釋一下 日本代表 我這一集可以不用錄嗎 剛剛開錄前 夢想說要付錢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 我 我 開錄前你還問我說 這個是什麼 我說這是日本的Dolfi 我從來沒有看過 看過你那麼潔疤 對 我要幫他們講一下話 我們前幾天才跟Justin一起逛街 然後Justin很喜歡電動 那些玩具 我們就逛了那個 台北市站跟中山站 中間有一條街 捷運地下街 對 你知道的喔 我知道 那邊通通都是玩具 玩具那些都是日本人做 等一下 所以你根本沒有資格 你等一下不是幫忙講話嗎 不行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我們日本人比較會創作 就是我們的idea比較好 OK 我們比較會賺錢 那你們創作沒有人買 你怎麼賺錢 對啊 不能這麼說 他的作品拍得還真不錯 謝謝 這種泰迪兄嘛 他那個 對啊 那麼大的東西 我覺得很麻煩 我之前 泰迪兄在英國很貴 但是像我這種人 我覺得很難受 為什麼 我之前有一個女友 她床上都放那些很多娃娃 然後我每次 就像去她的家睡覺 因為我很容易過敏 她的那個放了好幾年 然後累積了很多塵蠻 然後我每天都瘋狂打噴嚏 流鼻嚏 我覺得很累 那你可以幫她打掃啊 對啊 你可以把她那個拿起來拿去洗啊 或者是拿洗澡去洗啊 我就跟她說寶貝 你可不可以把那些娃娃就丟掉 她說不行 我從小就 他們從小都一直陪我睡覺 你應該不能說 女生沒有娃娃就睡不著 丟掉 就說寶貝你可不可以把娃娃拿去送洗 或是怎麼樣 洗一洗洗 乾洗菜看也很好 直接說丟掉 沒有娃娃睡不著 你離開她 真的很幼稚耶 沒有娃娃睡不著 很幼稚好不好 我不好意思 其實我覺得重點是 你有一兩個這個東西的話 我覺得OK 可是大部分的女生就瘋狂 她這麼一個 就是突然間一大堆在那邊 連像她說的 每個地方睡覺 其實我覺得 我們在女生人 很多東西我們會覺得 要隨著年齡去解掉 該解了就解掉 像那種小娃娃或是什麼的 就 我看到這些東西 就以為我看到的人 那男生才12歲 11歲差不多 我想請問一下 你們覺得 女生玩娃娃 絨毛娃娃應該幾歲要戒掉 沒有 太小了 太小了 像那應該十七八歲 就要戒掉 沒有沒有 我覺得差不多12歲 但是你知道嗎 有多少的男生 在跟女生約會的時候 都送絨毛娃娃 有嗎 有 因為他們現在要騙女生啊 還不知道 你剛剛很可愛 送給你 但是我要吃掉你喔 娃娃之類 你知道 你們麻煩講話注意一點 那噴到媽淨一點都 騙到我快死了 不好意思 對啊 你有沒有算過女生 絨毛娃娃 有 那你剛剛還講一大堆 還是一樣被我吃掉啊 怎樣 還是我覺得任務商業要懂的是 亂手機東西是一種病啊 這不是OCD嗎 如果你有太多東西 如果就是一些 我們大家都同意是OK的 但有些東西太舊了 太 有時候太爛 已經破了 已經 變得有味道很髒 像我之前的女朋友 她有一個 小美人魚的一個小攤子 然後她每天都會 都會帶去哪裡都會 連去旅遊什麼 然後有一天我們在旅館睡覺 然後出去的時候有清潔人員 進去看到的時候 她以為這是垃圾 所以把她丟掉 不知道她多難過 然後她就去垃圾 那個很大的垃圾桶撈一撈 然後在後面就 我希望不見了 然後她就轉身 你幹嘛不綁我 這就是 超生氣 所以我就好去綁她 最後 我們找到了 把她細桿進兩次 還是 那個一定是她成小 她還是捨不得 對 那是她安全感的來源 那算是一個陪伴她 她可以沒有你 但不能沒有那個毯子 對 她可以不要 你知道嗎 妳跟欣怡妳這樣 妳老公OK嗎 我覺得我自己 不是很過火的收集者 例如說 像我剛剛買那個麵紙盒 我就是客廳放一個 然後廁所放一個 那不會很多嗎 那時候還好 可以 還可以 那可是我自己 就很喜歡這個壓嘴的時候 壞掉了就是要丟掉 我媽媽手就要丟掉 對 應該是這樣子 我很喜歡這個 像迪士尼的卡通人物 然後我去香港迪士尼 就會去買 像我就在香港迪士尼 找到這個水壺 我就很開心 然後呢 我還看到一個 就是一個很無聊的玩具 它就是一個 上完發條 它就會開始這樣 嘖嘖嘖嘖嘖 往前走 就是它平常在卡通裡的 那個漫步前進那個 請問妳是買給迪寶 還是買給自己 我想說 如果迪寶要玩的話 也會好玩 然後如果我們家貓 看到牠這樣動的話 也會覺得很像是一個蟲 我覺得那是個有趣的東西 可是呢 我老公不這麼覺得 因為我有一年 就剛好蒐集了這個 就是那個是便利商店 集點數換的這個公仔 那這個也是迪士尼系列的公仔 它裡面就有這個螢光筆 我就說天啊 又實用又可愛 然後我又想抽 一整組限量版的那種 什麼都蒐集 什麼美國隊長啊 然後鋼鐵人 蜘蛛人都蒐集 結果呢 我還好不容易蒐集好了以後 然後我已經把它承設好 我老公就說 沒錯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很可愛耶 對 裡面它都有各種顏色的 可是問題是你有用嗎 有 有啊 有 偶爾小朋友 又不是每一個老公都在拍戲 都要用螢光筆畫才吃 怎麼用 我們家螢光筆用 那樣就是大 對 祝希 你不要給我 然後沒有 來不及了 因為呢 因為剛好我想說 就長大也可以玩嘛 沒想到他就把那個螢光筆抽出來 開始亂畫地板 於是乎我老公 一火大隻魚 就把那一箱就是 特別就是把我搜集的這些東西 挑出來 Good job 應該的 做得對 做得好 然後我那個 往前跑了 壓嘴之後 Terry也被他丟掉了 但是 但是 他自己放在台子上 成立的那些庫伯利克雄 就沒有丟掉 原因是因為 那是我搜集 那些會增值 但你這些以後只是垃圾 對 是 解釋得非常好 但我覺得 你們 因為你丟的時候 沒有告訴我一聲 起碼你也真的 我同意 搞不好想要丟掉你 謝謝你 謝謝你